在您进到标准的程序 预设会进到编辑 那我当然是进到截取 所以如果说我用这个镇机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 您要录电视上的节目 记事台的 那您只要有接到电脑里面来 你按一下截取 它就会帮您抓下来 帮您抓下来 那这个过程呢 可能就看 比如说我这样先停下来 这样它就会自动帮我们 放到这个视讯这里面来 那老师不知道有没有 注意到 你看有一个频道 有没有 就是说如果您是接地市台 就可以从这边直接选 因为有的 它都会附上遥控器 那你有没有用遥控器 直接从这边选台数也可以 意思是一样的 好 这样大概没问题吧 那么通常其实 我进来会认会的时候 通常不会马上就做 为什么 第一个 首先您可以看一下 它预设那个暂存的资料夹 它都放在哪里 是不是在我的文件夹里面 预设都放在这边 那通常 我们建议各位 尤其是老师 如果你那个 是那个HG的高画质的 因为长得很大 所以最好有两颗硬碟 两颗实体的硬碟 不是说一颗真的低 7%低 这样没有用 就是说你真的有两颗硬碟 那我把我的暂存也好 或者我的那个影片抓的时候 我都抓到低桃去 那这样系统跟影片把它分拍 这样处理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它要去哪里编辑 从这边 有一个叫偏好设定 偏好设定 当然没有做也没有影响 只是说稀少就变成终极比较多 终极比较多 你看 有没有一个叫做工作资料 工作资料 这个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把它改建一下 那第二个呢 对了 它的复原 如果老师需要比较多一点 你可以调整一下 就是N度的次数 预设是10次 最多到99次 不过调高的缺点就是 记忆体会用比较多 还用比较多 还有 它这里有一个自动储存 专案的时间 你看我们这样office 不是盖掉 它会自动复原吗 对 好 那这个它也会 就是说10分钟 它会帮你存名字 如果您觉得 太长 你可以照它调整一下 那还有一个是在 预览 预览这边 也就是说我们在编辑过程 很多时候我们按下clare 先看看那个效果如何 对不对 那么这里的话呢 您可以把它放一下 因为预设它也是放在哪里 西草 所以它大部分都放在西草 但你的空间 你会发现西草空间很快就用完了 所以把它放到比较大的硬碟 不同的硬碟 这样会比较OK一点 这样没问题了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进来之后呢 通常会在这边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呢 您看一下 在这里面 你看这边它有分视讯的资料夹 有影像的资料夹 对不对 它有什么专案资讯啊 通常我会在这边有一个叫 素材库官员 我会建一个自己的资料夹 为什么 因为啊 我们现在是东西还很早 所以你觉得那个看起来一目了然 可是如果临次 因为我们像这样 录影机 一按一关一按一关 这是一个档案啊 我可能录下来 搞不好几百个档案都有可能 那这样的话 这边是不是就很拥挤 所以通常我做一个专案 我就会放一个资料夹 比如说 那这边你就可以选择 我看是放在档案视讯 还是说它的视讯里面都没有关系 假如说我放在档案视讯 我们就新增一个记者资料夹 比如说这边我们就 好 那我就 视讯好了 OK 这边就多一个 好多一个 那我就把它关闭 您看一下 有没有多一个资料夹 这样就给你钻出来 等于是我做完了 我做到那个标签 只有这样 没关系啊 就不会影响到我们外面了 因为你看外面这边 它不是有很多影像吗 如果你的都丢在一起 这样就很乱 就很乱 所以我通常把它分开 那因为视讯跟影像不一样 所以通常我会把这个 你看这个盘板在这边 它是有视讯的 可是事实上我们可以建议自己的 比如说我在影像这个类型 我就把它增加一个自己的影像的部分 所以我在这边又多一个我自己的 这样我再用就会比较方便 所以我想 老师您先进到这两个地方看一下 一个是在这个素材库 素材库一个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偏套设计里面 好您可以稍微调整看看 来我把它们还点 那我们先 刚刚那边做好之后 我们先来看一下会在标子的七大变级流程 虽然说现在十二的版本 它把它减化成看起来像四个步骤 但是实际上还是七个步骤 好还是七个步骤 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截取 因为你要不管你的来源是哪边 反正视讯可能要截取的部分 再来就编辑 编辑的部分的话会要什么 照片像我们刚刚去做照片处理 影片的剪接 对不对 好然后甚至呢 我们做那个照片这个平行播放 那些都是在这边做的 都在这边做 所以编辑里面 会处理完我们大部分的事情 大部分的事情 基本的动作 那么再来就做测一下 测一下的部分就是 照片跟照片 或影片跟影片之间做转场 明白什么呢 转场 转场的效果 等到这个做完了 基本的 整体安排好的 故事 讲的架构以后 就是来做复杰 做一些什么 比较紧编辑的部分 我们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学样 比如说实母画面 对不对 或加一些边框 让这个画面看起来 甚至加一些logo 让它看起来不一样 那么最后 等到影片编辑完了 最后是交题 字幕加进去 对不对 这两个东西加进去 那你会发现说 因为惠正会 它是以影片为主的 所以前面这些动作都在把影片先安排好 就出场的顺序 那相对如果老师是用那个什么 以音乐为主的 可能它这个流程不见得适合 因为大部分我们都是以影片为主的 所以它照这种方式 标题之外 甚至要交到声音 声音有分两种 200跟背景音乐 对不对 等于说影片都剪好了 我们再把声音压进来 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 你在后面会有一个问题 那你往那个影片的场馆 这就是因为剪短 声音是不是要跑掉了 没有最大 最大 最大就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通常声音的部分 我们最后再加 等到最后都好 就做输出 所以这个是它标准的一个其他流程 那么 结局的部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我就赶他 结局那第二部分就这么多 因为它能够做得很多 所以我们直接去来看 比较快 你看我们现在在编辑这边 好 我现在没有什么影像 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影像把它照进来 比如说老师您可以看一下 看看这边 好 这里有一些那个影像素材 我们可以继续用一下 好进来 那您进来之后呢 你看我把它丢到下面 现在预设一张照片波多久 几张 三秒钟 对不对 十分秒嘛 三秒钟 那老师只有三秒钟 那么三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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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很长 但是 你现在认识在波多久 你都发现 其实还 刚刚好 为什么 因为 让我们 等一下还有讲到另外一个特效 转场效果 对不对 甚至如果你有加那个平民桌放 三秒钟 会觉得 有点感动的情形 你拐那么近 就通常 好 我们等一下绝对看吧 先把它安排一下 这个我先拿一下 你看 我先把其他照片 当然你一次一次丢可以 也可以一次多担 那么新版本的话 你可以一次选起来 直接改变它的长度 这个长度 诶 等一下 我记得是怎么回事 诶 我看一下 按钮就 变功有没有 变功 新版本这边 绿色是很干嘛 旧版本就不行了 旧版本很讨厌你就会进来说 要一个一个改 所以说 那时候自己想说 你看我如果提供就一个秒钟 就大家都一起变一个秒钟 这样会比较方便 因为这样跟他对手 威力导演比较有的心 算了 很麻烦 每次都要一个一个来 怎么办 所以这边我先恢复成原本的 那么您看这样子 我们这样直接播 所以您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我点到他的时候 有一个地方 您看 我点到某一个 这样就代表这个素材 对不对 如果您想要看最后的结果 您要按一下 三按 这样就可以播放 有没有 好这样就可以播放 所以这里是可以按的 好这里是可以按的 那我们来这边做看看 你看 你进来这边之后 什么色彩修 这场我想这个 大概没什么问题 这个我不讲 那我们要来看的就是 我刚才回来 来 回到这边 影像这边 你看这右手边 什么有点便宜 桌上 我们刚才看到 快点心里 就帮我们做这一看 你看 点进来 请问看得冷吗 因为全部都在动 因为全部都在动 而且你不能用 看到一边